但时在宝群岭一个蒙面人的突然出现就考验了一对夫妻的勇气 戴帽子口罩的男子在金店里溜达了十来分钟 在苗春发打开一个介质柜台时 男子突然撒出了一把辣椒面 苗春发不禁往回退了一步 男子从兜里掏出一把斧子 这时苗春发的妻子抄起手里的计算器砸向男子 苗春发也拿起了柜台后面的锤子 之后男子踩着椅子上了柜台 用斧子向苗春发砍去 趁着这个时候苗春发的妻子从柜台上跳了出去 跳着柜台我就跑出去我就喊了 快来人呐抢劫了 然后邻居出来了 出来就帮我打电话报警了 看到有人跑出了金店还大声呼救 男子夺门而逃 苗春发和邻居孟凡江追了出去 跑了没多远 苗金发摔倒了 孟凡江继续往前追 好在没到两分钟 接到报警的民警就赶来了 撵到这个大棚子这边的时候 我也想着警察的后耳堆 我到前面去堵截他 这样的话就 他在大棚子拿门往处跑的时候 我上去抓他 这样的话我们俩一起就倒门了 前面有帮围追的老百姓 我就喊说抓住抢劫的 这个老百姓呢 跟我一同 共同把这个犯罪分子自负了 民警在孟凡江的配合下 抓住了犯罪嫌疑人范良 范良说 自己最近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又欠了不少金黄 就想靠抢金店赚上一笔 当时就是怎么说人家 一时利益信息 蒙蔽的心理吧 为了抢金店 范良准备了辣椒面和斧子 可是店主夫妻俩早有准备 辣椒面根本没撒到店主的眼睛上 再加上两口子又非常勇敢机智 整个抢劫的过程中 范良甚至连金戒指金项链 摸都没摸